你怎麼會來 你怎麼會來 住在富士村的這一戶人家 生活過得十分辛苦 家中由單親爸爸 獨自撫養三名年幼子女 在如此貧困的狀況下 而身體疾病又找上了他 今年1月 劉先生又不幸罹患胃癌 龐大的醫療費用完全沒有著落 經由轄區遠景的協助之下 請來媒體報導 經過媒體露出之後 接受到來自各界的愛心資源 並統一有國內知名電視公司 愛心基金會 將上款交到劉阿從的手中 目前劉姓單親爸爸在家休養中 家裡沒有收入 所以家務室以及三餐等所事 都是由國二的大女兒一手撐下 家境都是由大女兒 國中二年級來照顧 還有照顧他的弟弟跟妹妹 那弟弟現在目前是國小 五年級 妹妹是國小一年級 我是希望各地的三星人士能夠發揮你們的愛心 讓劉阿從度過這次的難關 即將在近期住院接受化療的 劉阿從收到這筆項款之後 十分激動地並表達他的感謝之意 謝謝你們來關心我這個家裡 這是立方 都是他來下屬 而陪同前往的富士派出所的所長金天玲表示 這些天也特別嘱咐 俠區內的遠景們多多給予這家人必要的協助 同時也感謝各界雪中送炭 記者趕照花蓮秀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